我从跟她结婚到离婚 我们都没有吵过架 第一 她犯了错也没吵架 对 我只跟她 我就是笑笑地跟她讲 第一次讲个真的不好听一点 她第一次是懒病给我 那我们那时候的婦产哥 是共同朋友 我就跟她讲说 范医师说什么 你这个病怎么来的 我说范医师跟我讲 我就这样子点而已 感觉真的很差 我以前你们现在都一定觉得 我现在在说谎 我以前真的是一个贵孙子 跟你现在是犀利的个性差很多 这样子你都还不生气 真的我不生气 因为我看太多 社会上的心情色色 就知道男人就是这种过色 你还真的很认分 你那时候应该没有财务自由 所以你不敢生气 也不是 其实钱都是我在赚的 然后我就跟她讲说 这意思我就暗示她 结果因为她是属于 最小的小孩子 然后她就是个性就是很堕落 然后就后来就结果又给我一次 我跟你讲我最惨的事情 可能是我现在讲起来 是不会再伤心的 那是女人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怎么不会哭 好像她要哭了 就是我生惨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先生去哪里 好 我们来看这个空姐 犀利妈的故事 你现在这个身价上亿 但是你说这要拜你前夫所赐 现在你是想买什么包都可以自己买 对啦 然后身上也背了很多包袱 那个包袱就是大家一定要来问我说 犀利妈股票怎么做 所以那就是我的包袱 我的包袱很重很重 那时候结婚 讲的真的 我那时候就是30岁 就是要输一个包 就是把头全部都要扎起来 然后那时候我的脸又很慌 我就想说 哇 30岁就要弄一个包 而且以前我们的结婚 就是说就是靠老公 不管你以前 嫁金随金 对 以前你多多风光什么 就是结了婚 你就安静的在家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 我就说反正嫁个先生 我也不求大富大贵 只要你每个月 就是安安稳的赚钱 那我也可以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以前就爱打牌 就打打个小牌 可以就可以了 结果呢 事与厌尾啊 对不对 我也不能说他很不好 我只能是说 像我的人生历练很够 因为我18岁 我就在这个社会打滚 所以社会上的心情色色 男人怎样 其实我都知道 男人的通病 就是说我做了男人 不应该做的事 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对 因为在我要生产的时候 最需要她的时候 本来是说要拿 回来拿钱跟女生姐姐 结果后来 女生把她拖着走 她也跟她走了 然后就没有 没有不告而别 所以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她去哪里 那时候我快要生 两个月快要生 我体重掉了十几公斤 然后医生就吓死了 她说不行不行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稍微 联想自己直播了 然后我生产的时候 我也回去苗栗婆家生 然后自己很孤单 只有婆婆对我真的非常好 每天就是带我进出这样子 我生产那一天 讲真的我现在一定要把它讲完 不然我等一下我讲不下去 我生产那一天 我痛了四天 其实我不可能难产的 因为以我的体格 而且我以前非常喜欢运动 我后来发觉是 因为我的心情不好 我不知道我现在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家 而且我每次在担心 她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带走 所以那时候 我又要开刀身 然后我公公说台北人怕痛 然后后来才 家庭会议才把我送到医院去 说要开刀 结果以前那个年代 很少人在开刀身 尤其乡下 结果那一天我一整天 我第四天 我永远是开一指 两指 然后就一直不会生 然后我是腰酸而已 我不会痛 腰酸是真的是酸死 结果那一天到 刚好那一年是 六八年的十月九号 十点多的时候 我已经受不了 进医生课 我就想说 我等一下到服务台去 跟拜托医生马上帮我开刀 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个力量在生产 你还自己走去服务台 没办法 结果我那时候想说 好你医生你再不帮我开刀 是我人生第一次想自杀的时候 我想楼上就跳下来 压力这么大 不是压力 那个时候是心酸 然后又生不出来 然后又想说我生到一半 小孩就爬半 然后老公又不见 不知道在跟哪个女人在哪里 知道 后来知道了 结果那时候真的是我人生最痛苦 还好 就是老公不收 老天不收我嘛 结果医生马上说好就开刀 结果后来我也很后悔 我为什么不偷 一个小时 我儿子就十月十号生 这还好吧 你刚刚讲到有什么好小事 为什么要十月十号也不错 这是事后吧 所以说你看不太乐观了 为什么要十月十号 幸亏你还这么乐观好不好 为什么要十月十号 我儿子十月十号 没有就是想说那么巧 对 因为我们也是不小心十月十号 我也是不小心 十月九号 然后十一点多生了 后来就离掉了 其实也没有 那也是经过很多年才离 那也是经过很多事情 后来我想说真的是 忍耐再忍耐也没有用了 然后就当时离婚的时候 以前买的房子都买他的 所以也给他了 你刚说你赚的钱就买的房子 都他的名字 对 然后我就晋升初户 好像是我做错事一样 那古老年代都是男 怎么会是女生晋升初户呢 没有那时候真的我是受不了 因为他也不会跟我吵 我也不会跟他吵 然后我就一直忍耐 然后什么事情 我也不会告诉家人说怎样 你们是自由恋爱吗 对 他说他爸妈是因为是邻居 我跟他是 我每天都在一个公站 公车站 然后就认识的 对 然后反正我觉得是很好玩 我跟他还是同年同业同日生 所以离婚之后 其实你刚才讲 你本来是一个非常想要依赖 可能先生或是过一个安分小日子的人 没有那是因为那个年代 大家都是这样子 对 后来你开始变成独立自主 其实要感谢 我们说一个男人成功背后 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有时候一个厉害的女人 没有可能一个很渣的人 这一句话你早在四年前就告诉我了 他说那一些人就是我们的贵人 我们应该感激他 但离婚之后听说你也一度当过小三 其实那也不能 可能也卖过一些零骨塔 对 其实那个勉强说是小三也是 因为那时候离婚 心情完全是在谷底 然后就有一个人 假如过来安慰你什么 那你很容易的 就是不想去伊威卡 对 然后又是朋友的先生 然后后来觉得这样不对 所以我很快地就抽离那个地方 然后后来当然也是做过很多事情 然后有一次 因为我自杀过很多次 看不出来你看你现在讲这还笑心 很乐观啊 这么乐观的人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把我的故事 当作一个例子 他是说犀利妈以前这样子 然后现在你看 就像你们现在所说的贵户 想要买什么就有什么 但是我是觉得是说 人生的过程一定就是一个酸甜苦辣 但我可能就是那一部分不好的比较多 不像叶婷老师 就是人生比较顺遂 但是我是觉得每一个人总要成长 那成长了以后 会觉得说自己原来的任性是那么好 然后可以说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以前我是一种叫做我的心事我都放在这里 我不会跟朋友讲 我不会跟谁任何讲 那我出来因为我是人来风 我一出来像现在这样 一回到家里我忧郁症重症者 就一个人的时候又觉得难过 但是我要感谢一个电视上的一位女明星 我也忘记她叫什么名字 这么感谢 对真的 她当时讲了一句话救了我 我是因为她那句话我才振作起来的 她是说一个人在忧愁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家里的灯 还是当时的环境躲在黑暗处 然后你就自怜自哀 然后说我世界上最可怜的就是我 那以前我就是这种人 我就会躲在棉被里房间里面 然后关的暗暗的 然后棉被一盖起来 我就哭到好像世界上最惨的 后来我听她的话 我从此以后我也走出我的人生 我也不会再想自杀 因为当时我想说 老天不爱我 不要收我 那我就好好活着 然后有一个电视剧 不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我是三生三世十里桃生的 那又为了 其实上帝帮你关了一扇窗 也会帮你打开另外一扇门 但是那扇门也是我们自己要努力 你39岁开始学做股票 46岁就可以做到这个证券里面的 这个VIP常常在看盘 不过这边要想到 真的上帝给你的考虑 考验蛮多的 你本来存了一笔积蓄 后来是因为儿子的问题又不见了 对 那是因为是到了五年级 我想他们对方结婚了 我就想说小孩子也不要我了 我就把他还给他 结果当时对方也是跟我讲说 他不会生 前夫嘛 后来的他娶了老婆 也跟我成为姐妹 然后他说 姐姐你放心 我不会生 因为他有糖尿病的遗传 所以他不能生 他会好好的爱护我的小孩 也是他的小孩 结果后来他也生了小孩 结果生了小孩 他后来他小孩子读贵族学校 我儿子高一的时候 叫我儿子去打工 养活自己 说家里没钱 我儿子大概就不平衡 所以他就把任何事情都怪在我 你为什么要离婚 就是因为你离婚 我才会这样子待遇 所以他就刚好高一 对非常叛逆 近期可能跟地下钱庄 还有金融卡 现金卡 任何我跟你讲 任何想得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大人没办法去做的事情 他都做了 他知道妈妈什么不会就会赚钱 那个摩托车 他至少换了二三十台以上 无照驾驶什么 那你不是要罚钱吗什么的 对 而且那时候最诚的是 因为他的户籍在那一边 对 因为姑姑不要我签户籍 他说要让那个女的知道 说家里还有一个小孩 结果我是最后知道 从譬如一千块会变成一万块 因为一直加倍嘛 预期未交 对 然后政府你也知道 就一直加倍 所以我一直在还这些债 然后拼命赚钱 然后一直还债 可是他爸爸不管 爸爸也不知道 爸爸也没办法管 因为他薪水都是阿姨在管 你可能有点想弥补亏欠的心情 所以你帮他还这些 你一总共还了多少 我跟你讲 不还不行 那时候很多人说说 地下行政来追杀 对 我还跟地下行政后来做好朋友 谁都可以当好朋友 有减半吗 因为我儿子就地下行政后 借那个免保人的 那个机车 那后来我觉得不行 我就要全部还掉 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 然后他在语言谈话之间 他想 这个妈妈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 没有咕咕啼啼啼 没有什么 然后讲话就是 很有趣 对 没有 很有魄力 很有什么 他想到比我老大看起来有魄力 结果他出来跟我见面 跟我说 我跟你做朋友 但是我知道你不会跟我做朋友 但是你小孩的事情 找我 我免会帮你处理 我来问一下大明 你怎么看西里妈这一段的人生故事经历 我觉得西里妈 她是那一种越错越勇行 而且我觉得她更厉害的一点 就是说 她所有责任她都想扛 不会是前夫的 小孩的 然后她会觉得说 她一定都可以一肩扛起 可是我会觉得这样子 比较像救世主 就是她自己不知道 她自己其实已经付出过度了 所以她会变成说 当她付出完之后 她可能就会有不好的念头 所以她刚刚讲她积在里面 对 她其实超过她的负担 单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我们有很多独家的 好康网络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秘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